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早晨 又是我們 又是我和袁露露先生 跟大家say hello 的good morning 喂 早 給大家一點早氣 給大家一點早氣 勃勃勃勃 哇 哦 好了 早晨 我知道你很累了 因為看球隊 沒有啦 還看球 哦 不是嗎 但是應該美股也不是很差 我看到也OK 連續第六天都升 所以應該對你沒有什麼影響 今天就沒有這個rest 他放假 我想他在英國那裡玩 是啊 好啊 是啊 真的很開心 我也想快點去旅行 講一下昨晚的美股方面的情況 首先說回聯儲局那邊 有官員出來說話 這次又放鷹了 這次又 波士頓龍哈的朋友 波士頓聯儲銀行行長 就講一下柯林斯 Susan Collins 她就說實現2%通脹目標 可能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間 也都說到沒有提供到 對減息那個時間的估計 她都覺得有需要令到美國經濟 增速要先放緩 才可以令到通脹 就可以回落到2% 所以就令到大家都覺得 又沒有減息 然後又要看那個通脹的情況 當然大家就要再想起來 接下來就會出這個下個星期 就會出這個4月份的CPI 要看那個情況是怎樣 但是見到美股那方面 都不是說要太差的 道指就升172點 標指就是 報這個持平 報這個5187點 另外納指就跌29點 剛剛講到那個聯儲局官員 除了她出來講了這個放鷹之外 就有些重要數據 也要跟大家講 就是接下來 就是剛才講下個星期 會有這個CPI 另外還會在這個星期 又會公佈 這個首次新領的失業救濟人士 還有這個星期五 又會有這個密歇根大學 這個消費者信心調查 留意著這些數據 可能會影響著那個美股 另外就講一下一些非常焦點的股票 當然先講一下Tesla Tesla就看到她就出了很多不同的新聞 首先就講到她都出了 就說她涉嫌 就是路透社報導 就說她涉嫌刑事詐騙 所以現在就被美國司法部那裡 就展開這個刑事詐騙的調查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說她那個輔助駕駛系統 Auto Pilot 她現在就可能是說她的表述 還有就有這個欺詐行為 去誤導一些消費者 就在展開這個調查 另外也都有這個報導 就有傳Tesla 就現在要找這個朱曉彤 去回內地那裡 去救回中國內地那邊的銷量 因為之前比較差一點點 現在就要去調配一些人 去做這些事情 另外Intel也有些新聞出了 Intel它就出了業績 業績就是預期 今年第二年的收入 就要維持之前業績公佈的 125億美元至135億美元的範圍 就是低於中間值 是不是 她應該率先披露 她現在是未出業績已經調低了指引線 是的 那就比較差 另外還有一個新聞都可以講完 講完這個就交給你了 是的 還有美國就在收緊 對中國出口芯片的限制 然後Intel 他們這些都可能 都會限制了他們 會向華為出口芯片的許可證 那就會有這些影響了 所以昨天Intel的股價都很一般 好大概美股那邊講到這裡 那你有什麼補充呢 這位同事 Intel和高通 Intel其實大家一直都不會賣的 只不過一直在想 為何千四十元沒有投資 即是 現在芯片股要選 不僅是Intel、高通那些不行的 其實你見到 AMD都一般的 然後 TSM也算是這樣的 那ARM出了業績 出業績就是 去調低那個指引 又是調低指引 因為其實很多芯片股都死這件事 是 NVIDIA也會繼續下跌 NVIDIA就 那些貨幣也不太動 沒有什麼要炒 你是在炒一些業績股 或者一些消息股 剛剛講到芯片 又有這些新聞 美國撤銷部分企業 對華為出口許可 嗯 那其他那些 就開始害怕了 嗯 那你撤銷只有兩間 其他那些 會不會都不行呢 因為 其實如果 我一想這件事 就是AMD 嗯 AMD 因為很難 很難轉場的 現在這一段時間 那 變成了 如果再 芯片股可以 你其實只有 一隻 NVIDIA可以買 那麼 ARM就沒得搞的了 你現在 因為 業績前 它都是橫行 因為跌到百多 然後在一百附近 然後出了業績大跌 就是調低了 2025年的指引 變成了 嗯 基本上 你無得買 無得玩 我要做 我要做淡倉 但是 put option 在說二百 二百一十幾 我昨晚有看過 二百一十幾 你基本上 輸定 基本上輸定 除非它跌30% 要不是你都 二三十% 要不是你都不能贏 嗯 所以有時候 炒option 你要看這些 那些戰略 或者 到期日 哪個行駛駛 各樣的 另外就是 Tesla Tesla就是 之前 他好地地 走了去 走去見我們總理 就說FSD 就說那個自動駕駛 然後 中國讓他走 中國讓他走 然後 美國就出來 那個證監就出來 說他欺詐 那 是不是Elon Musk 中間沒有 任何的資訊 然後就衝了去中國 然後 之後 人家 就是我們中國 頭了 那麼 美國就說 你這樣做生意 不要了 我先搞了你 我先查了你 現在的Tesla 很難玩 很難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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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淨股 變成了 短炒 你真的在找一些短炒位 因為現在分化到就是 那些 個股鏡 一直在慢升 一直在走 這些不行的 他就會變成 不能動 找那一堆來玩 要麼你就單邊看著跌 甚至乎Uber也是這樣 Uber其實之前已經放過兩次 想著 可以慢慢跌 他就趕上來 之前炒減息 其實最好就是 炒減息 炒得很久 炒不減息 就跌幾天 現在美股是這樣 但是 那件事上到 那些納子 上到相對高位 沒有人買 沒有一個很持續的購買力 不夠直撥 因為其實 有很多的 投行出來說 其實現在不夠直撥 所以不會買那麼多 當不會買那麼多 其實你看到 他們是難一點破頂的 這一轉是難一點破頂的 那麼 變成了 你要是找個股玩 要是你繼續保持強股 如果不是呢 就拿著原本有的東西就算了 我現在就是拿著原本有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連短炒都沒有 你Uber都沒有投行 所以變成了 有少少不動 現在美帝也不太動 嗯 所以還有 有些朋友仔都說 看來芯片股那些 或者AI那些應該都已經炒完了 是否都暫時不要碰 就是見到NVIDIA這些 會不會都不要再碰 如果 如果現在的時間是 真的沒事了 或者有些新東西 令到大家 有一個重新的憧憬 其實你買NVIDIA是可以的 但是 未見到 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 那個 AI呢 就算再炒 都不會全部一起炒 不會是一隻都可以 要個別的 但是NVIDIA一定沒有事 NVIDIA沒有事 對 如果相對來說 他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 大家正在等調整 其實 正在等圍賣 你在八百多九百一六 一直在死磨爛 等一等 大家正在等位置入 看看 納指有沒有機會 有第二次調整 因為他之前調的低位 NQ18是17130 現在你會彈一千點上來 因為飛龍 各樣東西彈上來 如果 如果這一轉 真的 看到 一來又不斷放英 二來又 下個禮拜 CPI不行 是啊 那你就又是 回落 所以要留意著 接下來的重要數據 就會很大影響 說回下個禮拜 港股 14日 就會出阿里巴巴和騰訊 騰訊 是啊 所以 現在 現在變成 下個禮拜 那些焦點去下個禮拜 去下個禮拜 這個禮拜 應該可能都只剩下了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旗子 其實 昨天下午也有說過 那件事 就是 我短線搏的 搏不到 輸少少的 沒得贏的 就先撤掉 你留一些強股在這裏 那你留一些強股在這裏 如果 這個時間真的調整 我中了那些過股的指責 就離開了 現在是這樣做的 因為 因為股票是不會沒有的 只不過會不會多 是 看你選什麼 另外 港股指數 待會我們都可以問阿Alvin 有沒有一些 好倉 淡倉 給大家去選擇 那見到昨天最後收市 都是回到百多點 那另外那些ATM 就都一般的 見到收市的時候 我見到大家的焦點 所在都是在小米那裏 還有問問匯豐那些 那待會也可以問阿Alvin 因為匯豐大家知道他有搞購買購 還有那些北水就不斷沽匯豐 可以更新大家 就是他直接沽了3.5億 3.5億元來去沽出 那就沽出了匯豐 但昨天就曾經 但匯豐昨天就70.7 是可以的 在高位 是 那今天還要除靜 我見到有人問有沒有淡倉 都可以看看 我會看淡倉 我會看淡倉 我之後就看看淡倉 是嗎 他可能覺得是北水沽他 或者你覺得淡不淡得過 還是反手反而好呢 其實北水 看他除靜之後 其實北水本身不是很動靜匯豐 嗯 平時也比較少 他這陣子這樣沽 真的他們覺得很高位 所以我可以吃虎 但是 真的要去沽匯豐 其實未必那麼舒服 你好 早安 好 立即問了 Alvin 早安 你好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剛剛我們都在說一些焦點 說一下匯豐 都打算一會問一下小米 但都先問你指數方面 港股 看到都有一些回落 這兩天 在牛洪分佈 那些朋友方面 他們是比較 倫場投資者是偏向好倉 還是淡倉 有很多 指數回了兩天 但其實回得那麼少 那可能那些淡油 不是很夠猴 所以你看到 行指那個牛洪症街貨 其實淡倉都是佔多的 就是昨天回調 那你說是不是大家 見他回下來 近一萬八千二 這個 就是會不會說 可能補回個列頭 接著在這個位置 開始買好一些牛證 就有 但是不是那麼多 所以相對 都暫時是紅證為主 現在那個牛洪街貨 比例去到大概 一對二左右 這個情況 那就是 那先看看 現在的市 可能都是開 一萬八千 都是平開的 暫時看一萬八千三 左右 是啊 我們都給一對大家參考 不如 是啊 好啊 我覺得就 很正的 簡單一點 直接選萬八點 因為你可能大家都看著它 手不守得住 一萬八千二 然後現在天線又上到 一萬八點這個位 那就 簡直是一萬八點的牛證 看看 那號碼是 五七二五零 一萬八千點收回 那就十二月底 在二零二六年才到期的了 這隻 那現價就三四千左右 槓桿可以去到四十倍的 這隻 五七二五零 牛證就是這隻 那如果你說紅證呢 我想可能選到一萬八千七 左右 因為其實現在的重貨區 就一萬八千六 數到一萬八千八都有的 讓我看看 可能我會選一萬八千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新上市 那我就看看 我想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 這隻是尋日上 不是全新的 因為至少有個價值 看著升跌 那我選一隻五七二五四 這隻五七二五四 一萬八千六百五十點收回 那是十一月才 二零二六年到期 這隻就是四千多 那就是槓桿去到四十倍左右 是的 那指數一對給大家 那當然大家就是 因為昨天回落 你見到那個指數 真的有機會 駁回一些百零二百點的回調 但是回調 百零二百點 可能對大家手上的過股 或者一些過股的好倉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因為強勢股 你就繼續強勢 其實大家最近留意 都是那堆強勢股的 那第一隻一定要說 就是小米 小米現在價格還未明顯 應該就是 如果它開到19.48 都挺好 挺出色的 很厲害 真的 因為 又出摺機 然後 雷布斯又出來說 其實車股不是這樣做的 它有出來說 車不是這樣做的 然後還加上它出來 這麼周星馳 這件事 是的 然後再說 它有兩個新的摺疊手機 一大堆的好東西 我看到 其實UBS 也有提高了 收入預期的增長 是的 那 看到 都是大行幾體好的 現在計算了 價格 19.4 因為昨天的日期高 是19.3 多 今天計算出來 比昨天的高位 因為強勢股有機會延續 昨天 多不多人 即使衝好倉 是180 昨天 我看到 很快立刻 牛證 其實有資金繼續追 資金流入 資金簡單來說 好倉 就由 柯倫 轉去牛證 都繼續看好 可能柯倫 的槓桿 現在不太吸引 柯倫 資金流入 都是幾百萬 整體都是 資金淡倉多些 但是我覺得 反而最重要就是 你繼續看好的投資者 就由柯倫 轉去牛證 那裏 因為現在的柯倫 很多都已經是價內 還有你價外 那一批柯倫 全部都是長身的 所以你都不會有很高的槓桿 所以就選一隻牛證 我們剛好有隻 全市場最貼價的 有隻57230 這隻17.5的收回價 17.5 你現在高開一點 大概10%距離 這隻 這隻 槓桿 所有牛證之中最高 這隻 大概有八倍槓桿 這隻小米牛證 是 是 但我想問小米 會不會可以 搞一下淡倉 既然她今天高開 我又不知道 是否真的可以 維持這麼多一天 我也想代一下 有沒有淡倉 看一下 小米淡倉 我先找一下 淡倉 可以直接選一些短身的 put 都還可以 因為 如果它再夾 其實可能會夾得很急 所以 選紅證 未必是這麼好操作的 選一隻put 24276 這隻 24276 這隻就行使價15.13 這個就是九月到期選擇 槓桿都有六倍 反而那些call只有三四倍槓桿 反而那些put 有六七倍槓桿 我們看看這隻 24276 會不會有機會回調 既然現在高開 還有 它有很多好消息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天 小米對我來說 一向都未至於 升那麼多天 通常夾完就離開 是 所以我覺得 可能還有這支歌 要看看 細節是否這麼久 對 因為如果看回1810 你現在去看 就對應回3月12號那一天 那一天 成交額是差不多 都是陽足的 但是 它中間 是沒有調整下來 就做了下一級的聲浪 所以 如果今天是走3月12號 那個樣子 它是還有得去的 因為它見到第二天第三天 對呀 無論是陽足還是成交額 都是差不多 對呀 差不多 你可能可以繼續去 對呀 所以就是留意 它有沒有3月13、14、15 那個樣子 出來的樣子 有那個樣子出來的 好倉、證股、叫 就先保持 或者我想做淡倉的 我就先保持一保持 那麼 這個 其實昨天最好是什麼 就是 它成交真的不算很大 不是 出車那一天 那個成交是大約一倍的 是180 所以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你看到 是不是真的 那些人吃糊 走呢 因為北水 昨天走都是走幾千萬 但是以往 每一天 是平均地入1、2億 每一天都入 那現在去到 升了一個人上來 都是走幾千萬 那 暫時又沒有看到 說 很大的 顧押 是啊 那就看看它 待會開出來如何 看看升落不會持續 那麼 另一個焦點 都想問一下Alvin 是匯豐 匯豐見到 很多朋友仔都想問 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 是不是要淡倉 因為見到北水又走 那樣 還有就 見到他之前那個回購 但又可能已經先了 那 見到他又在這個高位 會不會多朋友仔都駁一下淡倉呢 好啊 匯豐就昨天來講 我很快去看一看 匯豐的話 就 資金來講 其實昨天又不算很多 就算你出出入入 都在講幾十萬錢 那不算很多 但是如果你看回整個趨勢 其實過去五天都保持淡倉流入 好倉流出的情況 因為始終都 獲利空間其實都很大 你匯豐一直駕上來的話 那所以就去到這個位 可能都真的 好像大家說 就是會不會 短期一些 好消息都消化了 然後 現在息又除了 那會不會是有機會 可能可以看淡一點點呢 那 見回淡場人士 都是可能都是這個想法 那 就看先 如果我選擇一隻淡倉 的話 那可能我就選一隻 潘倫 潘倫 我會選這隻 24165 這隻 就53 那現在 就是叫什麼呢 除了拳之後 那那些 你見過那些行使價都會 都是有些尾數在那裡 因為全部都調整過的 那這隻24165 就53.2左右 這個行使價 十月到期的這隻 這隻 槓桿去到14倍 這隻 24165 淡倉 那讓我很快看看 一些 紅證先 紅證 如果大家 進取起來 可能可以選到一隻 5.6.5.1.4 這隻 是73 附近的 收回價 那是槓桿 其實槓桿都是差不多 所以 如果選到那麼近的紅證 不如選一隻潑倫 其實我覺得這隻潑倫 直播率會比較高 嗯 OK 因為 匯豐本身渦低 一直都是說這件事 所以可以選擇 一些潑倫 看到那些潑倫 都是二十幾 都是OK的 那麼 還有少少時間 要問一下 因為大家都會留意 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真的 更弱 昨天出了一份報告 就是說 有機會 這份業績 下個星期這份業績 就是 每個盈利 下調了13% 因為 那個 GNV 各樣東西 的增長 未必如預期 那麼 大家就看回 接下來的618截 大家又看回 又來了 就是看回 那些 電商增長 各樣東西 但是正常 你現在看電商股 還看增長 搞不定 因為你看增長 一定選不到9618 9988 一定是選PDD 所以 現在伯伯真是比預期弱 那麼 我拿著那隻牛仔 我減了 那麼 看到那些街貨 都是 都是少了 是不是 那些牛仔 現在 我減了一減 現在 我想最主要 其實我看的圖 爸爸和三八八都很相似的 因為你一路 其實都是少少 追落後 然後 終於被他上到250天線 就開始有阻力了 那現在 昨天一下子 其實 這個位置又下回 10天線 那如果看淡 可能你就駁它一下子 就下了一條 20天線 73元 是吧 那我想 如果好淡倉 來講 好倉 其實是牛仔 那些街貨 就少了一些 因為之前有 兩三隻 曾經是賣光的 但是現在就少了一些 就是說 比較活躍一些 可能都去到 六、七成 左右 未至於 百分之百 那所以 牛仔 可能我選一條 20天線 在樓下 我選一隻 71元收回 56250 如果你這個位置 都覺得 可以看好些 就選這隻 56250 71元收回 槓桿去到 大概11倍 如果是淡倉 看看 淡倉最近都是我們這隻 593條5 淡倉是593條5 81元收回價 6%的收回距離 槓桿這隻 可以再高一點 去到12倍 是 大家要想一下 接下來就出業績 這段時間去 如果一直都保持這麼弱 不如先等一等 等業績 我才再去 現在有些牛紅倉位 你知道下個星期有業績 我可能避一避有業績 之後再回來 重新部署 是可以的 而且 按住位置 看看今天上不上到77 今天上不到的話 牛仔 我就是56250 看到街貨正在減少 我賣的時候 六十多 現在四十九 大家好像都 開始有點退 我也有點退 大家留意位置 看看上不上到77 快要開始了 不要阻礙Alvin太多時間 麻煩Alvin 也要問Alvin 有沒有持有上術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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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